大域西双版纳 值亦为十二千块田 实际上是指十二个行政区域 是一个小桶 是一个小桶 戴族人说西双版纳古时称为蒙巴纳西 意思是一块神奇美好的理想国土 那么我们再往下一个点呢 是到我们的那个奇花女会员 因为那就是各种会有比较神奇的一些素 例如会跳舞的小草之类的 但是呢 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经由导游的介绍 大家认识了一种很特别的植物 跳舞草 跳舞草是自然界唯一能够根据声音 产生反应的植物 起舞的原因主要与温度、阳光 和声波感应有关 那时候要看这个小叶片 然后要不吹风的情况 小叶片这个歌声的频率张开 逼合下来移动 我来唱一下 会不会录下来 我唱歌不可以 那就像唱歌不可以 küこう 盈点哪 我和声摆 嗯 哪 哪 對啊 動了 會動會動 會動會動 火哥耶 火哥就挺習慣 你真的動啊 海濤法師隨即創送起六字大門咒 願慈悲的音波 引力稟深的菩提心活躍 馬爹輝 vou 我喔 我馬鈴輝我 我馬鈴輝我 傾動 奴利薩我 好嘛! 你送我中國人 走好說 好嘛! 在這裡 走好嘛! 咦! 好嘛!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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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已經撞了 有 已經撞了 这个是三千十万块的嘛 一个花的话它们有一个不一样 但是相信不错的话它们放回衣服呢 你觉得它们已经可接受过 也得来来看完 来 大家绕一圈 佛陀就是众生的塔 就是像乌海里面有一个光明塔一样 金岛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塔的次第就是一种成佛之道 大家又绕佛塔 就可以得到世间的福报解脱到 来自愿下来就能够成佛满愿 好 光弥陀佛 在西双版纳的歹族村中 目前有五百多座佛寺 两百多座佛塔 而蒙勒大佛寺 是所有佛寺中面积最大的 蒙勒大佛寺是在古代歹王朝的皇家寺院 锦飘佛寺的原址上所重建 始建于明朝的锦飘佛寺 是歹族历史上一位名叫波隆的歹王 为今年一生信奉佛法的王妃所修建 现在的蒙勒大佛寺 于2005年重建 因一尊东南亚最高的 金色吉祥大佛而立名 海涛法师 是在蒙勒大佛寺的大殿中 为大众讲解 修行并不复杂 抓住自尽其意 并进一步帮助周遭生命的核心 既能将一切法门应用自如 各位将来要出家 可以多一个地方选择了 可以来逮族出家 因为看到我们大法师 看起来亲不亲切 修行人就给你一个很快乐的感受 很自在 很圆满 你会修行嘛 所以我想修行不分 你是哪一个民族 因为释迦牟尼佛 他也不是我们华人 但是因为他修行了 他就给人家一个感觉超越民族了 就像百千万朵花 我们很喜欢看莲花 因为它清净 我想我们大法师 我们几位比丘身上 各位看得出来 清不清净啊 哎呦 比我们白哦 比我们干净哦 比我们纯洁啊 所以 人可以把一辈子奉献给真理 人可以把一辈子奉献给别人 所以 但是在逮族 各位听了好几次 动机孝顺 是非常重要 世间第一个福报就是孝顺 爸爸妈妈给我们这个身体 所以我们如果来浪费 那就不好 至少我们要让爸爸妈妈快乐 升天 所以要出家喂报父母恩 喂子 所以也是一种不要自私 要喂别人 所以我想释迦牟尼佛四线 所以整个大殿都在讲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那当然佛陀要我们找到自己 本来众生都有佛性 都是清净的 圆满的 这是被欲望 无名 所抓走了 就像墙壁这些土 各位等一下要从头到尾看一遍 复习一下自己 复习一下自己生命的故事 好不好 来到寺庙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所以不能够迷失在外在的世界 在他的欲望感情权利 那会让我们生命轮回痛苦的 所以生命一定要征服自我 进一步呢 奉献众生 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大法师说 我一直提醒说 能 因为我们能得云南有解脱到的 南传佛教这么好的修行 应该能弘扬到全国 弘扬到全世界 那 所以当然讲 学汉语最重要 懂得佛法 又懂得语言 然后呢 可以让很多我们 现在我们大陆有钱 有钱呢 但是问题 还没解决 欲望的问题也会很痛苦 爱跟恨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清静的佛法 放下执着 找到自己 能够进化自己以后 进一步懂得 关心别人 关心生命 所以我想 每天都要观修 像各位吧 等一下我们大家看一遍 好不好 那你每天都要复习一遍 复习一遍 然后呢 去思维 释迦牟尼佛 视线给我们看 是为了我们 那我们要找到自己 能了解一个 生命一个正确的 光明大道 八正道的生活 甚至帮助别人 如果你种下这个基因 基因 那以后你的思想就会 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很感动 就像我二十几岁我都经常去泰国 我就一直看 但是那时候没人跟我讲故事 早一点跟我讲 我也出家了 那时候是光光光光光光光 只是觉得他们画得很好看 所以那时候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觉得很舒服 所以但是没有人讲 所以我们大法师慈悲在这边办佛学院 那将来居士都可以来读 那目的呢 就要把这个正确的思想告诉我们 所以从一个人为什么要出家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能够孝顺父母 能够征服自我的烦恼 能够进一步帮助别人 乃至众生 那我们必须不断的去思维 所以在南传佛教非常好 他们会把几乎每个寺庙都会把佛陀的故事 以及一些佛法的真实的 让我们去看 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就种下去了 这一点非常 因为我们一般在家想的就是 我的儿子女儿 我的家庭事业 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世间的 这些世间的是变化无常 是苦的 但是这些生命的真正的形态是如何 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 二十九岁之前是世间法 富贵享受 二十九岁 这十九岁以后六年苦行 增幅欲望 增幅心魔 然后开始帮助别人 大家走入解脱的大道 各位要不断地这样思维 随后法师领终共僧 以此功德回向其时父母 远勤在主 乃至法界友情同德离苦 或盛妙乐 我们佛学院大概 应该是一百多人 但是大家随言随许 昨天我 今天我们供养佛学院 希望将来各位都读佛学院 好不好 我们在家人虽然没有出家 但是我们供养出家人 出家人把修行的功德布施给我们 这个很重 然后呢 供养生人县世福寿怀 妻子父母 历代祖先 我们中国人超度 然后不断如 各位想着我们 过去吃掉了 甚至不得不堕胎的胎儿 得到共生的功德 也得到离苦得乐 感恩我们佛家师父的慈悲 成为我们离苦得乐的福田 爸爸妈妈是福田 三宝是福田 等一下我们要种佛师去放生 福田的众生也是我们福田 也叫慈悲的福田 我们经常这样的种福田 昨天各位归一三宝了 信心 然后呢 归一三宝受五戒 现在要讲 知听闻佛法 佛陀说 有信心 守戒律 也不知 听闻佛法 这一世 来世 都快乐 进一步 能够慢慢的进化自己的贪嗔痴 自尽其异 然后时时刻刻 帮助周遭的人事物 修慈悲心 那我想佛法很单纯 很简单 那你知道 signals 就是说 如果你懂能助到 这种正念就可以让自己交往 祝福他 一שוב 一切 一切 匪生 荒野宗佛神 所不解答 祈祖佛神